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内容 那我们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一个很多的新冠疫情的一个内容的法规 那么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并没有涉及到这关的内容 那委托他人院书利用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 那工业固费产生者还要和受委托方承担年代的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不是危险费物工业固费造成的污染产生方案 第一点变化就是这条标准它变为了一条强标 将不是推荐性执行了而是强制执行 那么第二点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标准的5.2条增加了一个追踪溯源的要求